现在爱新落 新来新落 新歌到定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在一位到等的时间 尊时隔张脸到定来看 这万人有一个千年的孤独叫南银 在男人街上有一个地面的隔铃 它是在男人的生活 从随时的受到男人的混沌 七海开始开始男人 到了已经六十几年的时间了 在六十几年的隔室时间当中 它从男人演奏完 和对对对 互团到和团到 只要驾来 它跟所有心思 够够在各种爱的男人兵面 那男人在他的幸福顶 有尊重的隔室兵点 在天气晴好的傍晚 下门市铁路文化公园的万寿段 经常会有一只可爱的狗狗出现 它叫贝贝 贝贝呢 不会跑太远 总是在自己的主人附近活动 在贝贝眼里 主人很慈祥和蔼 他永远也不能懂的 正是他的主人 见证着南英这名古老艺术 六十多年来的发展 吴世安 下门市南乐团原团长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英国家级传承人 南英动销演奏家 国家音级演奏员 2015年底 在南英界 一部新作品的出现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是泉州南英第一个有剧情的创新立作 用当代的审美来演绎传统的南英艺术 该剧获得了第六届福建省艺术节展一等奖 而其音乐获得了音乐创作一等奖 他的作曲正是吴世安 这次奉取网友几段弦力 他们都觉得很漂亮 但是我是遛狗遛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书可读的 音乐的一个弦力 突然蹦到这里 突然间你出动了哪一条神经 你就这样蹦出来 是这样的东西 不是说你要刻意去去雕刻它 就能雕刻出来 一般都是旋律出来以后 然后慢慢再去规范它 遛狗南英创作 和贤友一起交流南英 让吴世安的退休生活 显得闲情惬意 从厦门南乐团团长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 吴世安有了更多的经历 专注南英的艺术创作 他在为凤求黄作曲时 目标非常明确 新作一定是南英的 有针对性的选择南英曲牌 旋律中特定的元素 应用于人物唱腔 情感抒发 形象塑造舞台气氛的营造 有针对性感抒发 那么官司不注意听的时候 室友说 就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现在你声音不很大 你叫华乐已经开始了 那你声音又不大 那自然你讲话就小声 干脆就不讲 天天他在哼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这样 把头给开了 又很弱的东西 华乐可以把观众的情绪 给他牵引过来 整个放球黄的音乐 在保留南英原味的头 汲取了南英优秀作品中的 曲牌精髓 如大背 小背 背弓等等 更凸显出南英之美 我从我的感觉 既然做一个新的东西 你是一定要让这个 这个节目 这个舞台上 表现出来的东西 能够把下面的观众牵住 对不对 他唱什么 他这个词 跟他唱出来的声调 他音乐队的表现 应该是要一致的 应该要一致的 这个才叫好 效果才会好 这种艺术性所深藤的底蕴 及内涵 是非一朝一夕之功 早在两千年 吴世安曾将同样经典的 《长恨歌》引入南英 在文化部 第十届文华奖 评奖中 获文华音乐创作奖 和文华表演演奏奖 文华奖 是政府在舞台艺术领域的 最高奖 把南英音乐最美的东西 展现给观众 那不 这个就不止 现实给你懂南英的人 爸爸不懂南英 《长恨歌》 《凤求黄》 在创作之初 吴世安就参与了策划 他提出了一个思路 南英的创作 要大题材 小制作 简化情节 以音乐为主 把唱段写美 要真正做到 以内容为主 这样 才能更容易吸引观众 一定是南英几牌 那真正要跳脱这一个 能够有自己 南英特点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新的表现模式 就是不是我的个人 我没那么先见之人 就是很多人 我们搞音乐的这个团队里 都有这个共识 我们发现 吴世安 无论是去讲课 还是去会友 都会随身携带 一个小帆布袋 那面装的是 他的伙伴 也是 他的宝贝 那是一把 叫 雷宇的 南英动销 雷宇 陪着吴世安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见证着 世安动销 演奏技巧的成长 见证着 他获得了 斐然的成绩 1984年 他以 动销独奏 千里共缠娟 或首轮化厅 颁发的 优秀青年演员 比赛 银牌 在2002年的 国际首届 华乐节比赛中 吴世安 以动销独奏 听见杜娟 获得了 金牌 也有 各个 这个世界南英都有 但是你是要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专的 不是容易 不是很容易 我看到是南英 这个 虽然是这方面 艺术最门 就非常 非常 光景非常 非常可够的 南英 在对完善整个音乐旋律的进行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被称为 南英乐队的灵魂 南英传统契乐的演奏 只有经过南英的润色 方能更好的体现 其 虎谷 典雅的美感 由此可见 动销 吹得好不好 也是相当关键的 那为何 吴世安的动销 能有如此 高超的技艺呢 从小听到大了 很多东西是靠灵感来的 我告诉你 学业器人 不管学业器也好 学作器人 他做好 灵感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环境 吴世安出生于南英世家 可以说是 泡在南英中长大的 其父亲吴根深 出名于洞销 除了得到父亲的真传之外 父亲还告诉世安 要认真听 你现在学吹销 不管谁吹 你一定要认真去听 你单单听我的 你单单听我的 你最多就超过我 你最多就超过我 将来有比我更好的人 你就超过我 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听人家吹 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 汲取他人的精华 不断提高自己吹奏的技法 除了精湛的技巧之外 他手中的销 也大有玄机 很普通一把销 而且我喂钢琴 你看 这些全部重新挖过了 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个 我的气孔非常大 一般的动静气孔一点点 我的气孔这么大 气门大 它会很费静 但是它好控制音量 我要让它很细 要它很红量 这个气门没有这么大 做不到 外头看不大 但是它进来不大 内进来它的进气量比较低 吴世安的动销演奏技巧 娴熟 音色丰满圆润 韵味古朴优雅 雷鱼也是功不可没的 吴世安说 他吃过的动销有五六把 最终留下来的就只有雷鱼了 从六十年代开始陪伴着吴世安 陪着他走遍国内外各地 吴世安多次赴法国 日本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 进行艺术交流 曾被台湾以大陆杰出人士充分 邀请赴台进行艺术交流 也曾经为国家领导人 以及外国首脑如荷兰女王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恒演出 由于多交流 南英界都知道 吴世安在南英方面的造语 国内外多家南英社团 聘吴世安为南英顾问 被世界南英研议会 聘为高级艺术顾问 此外 借于他的艺术重就 2009年 他被厦门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特殊贡献文艺工作者 现被福建文化厅聘为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历经几十载的实践与研究 对于南英发展和传承的现状 吴世安也有自己的担忧 传统南英 作为中国古老的乐种之一 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 正以不可逆转的弱势遭遇到现代艺术的侵袭 千年南英少知音 乐队里鲜少有新成员加入 而且南英的听众正在慢慢的消失 传统南英舞台表现形式比较单调 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 已经很难再耐住性子听下去了 现在不懂南英人是多数啊 对不对 那么你老是给他讲我们南英非常好 我们非常优美 我们这有非常荣誉的云术色彩 你只是说说而已啊 他没感受啊 扫之音是南英发展和传扬遇到的一个大瓶颈 如何让更多年轻观众有机会感受到南英之美 使得这个古乐能够成为更多人的耳福 从而让他永远传承下去 永不中断 你要用一种什么形式让人家接受它 你搞得那么深厚的东西 人家不一定能够接受 那好东西是要宣传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宣传都是平面的 从文字上哇老人怎么幽美 怎么楼盒 怎么婉转 但是这个很抽象吧 你说婉转什么叫婉转 音乐是必须要让人家听的 不是说你说多好听就多好听 那你必须要展现出来啊 千百年来 南英不断的丰富 不断的发展 他的创作 艺术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单靠几个人是能完成的 是需要一个群体来共同努力 甚至是需要一个机制来支撑 而作为个体的吴世安 也有自己想要做的 做一点创作 因为从北京的音乐研究所 也在讲这个事情 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声音 现在南英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 是应该说中国文化发展是最好的时机 他应该要有这个时代的声音 有这个时代的作品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 吴世安在传承南英的路上 仍然任重道远 即将跨入普西之面的他 也仍在为南英艺术中国发展 努力地探索着 我们衷心期待 他能创作出更多的时代之音 了解了我现在的所见面 大家对于也没有真实的了解 那现在我们就来好好 用我现在作品 由于参加传承和作曲 演奏为南英和母教中文歌 跟我们学着的董仙宗 跟英文贵会人的郎基干 完整董林的故事 我们到底来感受一下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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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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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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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